大家好,我是Jack。 今天是北京时间1月11日。 晚上,我们做一下股市复盘总结。 今日,大盘冲高回落,回踩5日均线,创业板值领跌。 整体上市场热点快速轮动,多数呈现冲高回落走势。 总体上个股跌多涨少,两市超3800只个股下跌。 互深两市今日成交额7418亿,较上个交易日缩量54亿。 截至收盘,互只跌0.24%,深层只跌0.59%,创业板只跌1.13%,北向资金全天净买入76亿元。 注意,下一个交易日重点关注大盘在5日均线的支撑。 如果能有效支撑住,我们考虑提高持仓比例,否则依然如昨天及今天一样保持60%左右的持仓。 另外,如果有效跌破5日均线,则向下看3150点。 能否形成有效支撑?盘中可以给我留言,或者关注我的新浪微博。 喜欢我的频道,欢迎订阅,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精彩了。 股市第一原理,切换币下跌。 今天整个指数表现雷弱,并且午后加速主要是资金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兑线调仓举动。 市场资金关注点聚集在贷款链条加高股息链条,这脉络上。 1.对于地产链条。 由于昨晚的央行召开信贷座谈会,地产就是明朗加稳增长诉求强烈是主基调。 再加上12月结构信贷数据超预期,其中企业中长贷同比大幅多增。 居民贷款也有修复迹象。 超预期的信贷表现提振了市场对政策效果的信心。 北京网传、二手房大卖等也催化了市场的躁动。 2.对于高股息链条。 现在年报披露越来越密集。 业绩的确定性成为市场不可忽视的避风港。 所以每年这个时候都是高股息个股的上涨趋势的开端。 最明显的就是煤炭。 当然,煤炭股还有两个逻辑是。 1.下周全国迎来降温,部分区域将暴跌20摄氏度。 电厂日耗将再次提升。 叠加春节将至,煤矿复合下降。 2.三峡水库站平均水位下降。 这意味着来水不足。 火电的担子更重。 与之对应的是消费加赛道的显著性回调。 前者因为短期上涨幅度脱离基本面,有泡沫化。 后者因为成交金额持续压缩。 对中小市值股票不友好。 今日中正1000,中正500指数领跌就是有力证明。 资金短期开始后,消费加赛道切换到金融加中心。 每次投资反正的情况,都将导致一部分投资者发生跟风式的羊群效应。 进而放大效应。 短期警惕市场风险。 明日关注风格切换是否持续。 整个市场不佳的话,低仓位运行。